我感觉他们已经把这里 帮忙去自己家了 刚才最后那一幕真的烫了一关 特别是这个观众的掌声响起的时候 我一生的这个鸡骨腊起来了 现在深圳跟香港 香港是以河为界的 就隔着一条小河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是香港的地界了 对面 那个河对面就是深圳 那个是金吉一百 然后帝王大厦 现在呢是2023年10月1号 祖国74周年国庆节 然后呢我在香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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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像刚才这些菲律宾女工 她们一个月有三个休息日 所以她们要把她们的休息日 过到淋漓尽致嘛 所以才会这么的奔放 她们的休息日 今天是我们的国庆节 但是感觉这些菲律宾的女工们 比我们还要开心 因为她们聚集在这个街道上的这种氛围 非常的热烈 你看这条街都是他们 有一些甚至在街上扑了个躺子又睡觉了 我感觉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 就是他们就有这种热情无拘无束的这种天生的性格吧 就是不会太拘谨哈 哇 i bring it down to where you'll be i bring the vision we have that song for me it's not your fault, it's moving everything it's not your fault, it gives you what you need i bring the angel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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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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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是那种 我还很高兴的给你拍那种 那种感觉 就感觉他们工作得很开心啊 哈哈哈哈 身属其中的感觉有点很奇妙哈 因为通常这种高楼大厦 这种现代化的科技感的繁华的这种都市哈 它通常意味着秩序 然后呢理性 然后那种效率 然后但是呢 此刻这里的话就是充满了混乱的这种热闹 呃很有生机哈 还是挺愿意置身其中的 因为你能感觉到这个都市的平常 可能冷冰冰一面的冷冰冰的另外一面 就充满了这种 看我吃 depicts 这个东西 年轻人经常的 那天 我想填 看一下 试着 试着 我刚才在那里逛了一圈以后 我有两个感受 一个是我对菲律宾的这个印象 真的大大的改观了 我感觉他们的这个人民 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很热情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 我觉得真的香港还是很包容的 它的这种包容性 它在它最繁华的 最美丽的这个地方 然后开辟了一个空间 给他们休息 然后给他们去度假 我觉得很好 对我来说 你好吃吗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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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还真没有 封路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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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远的地方了 我是真的又饿又渴了 很想出去买一点水 但是我怕等一下回不来了 所以我就是硬挺着 然后坚持到快九点钟的时候 等了一晚上了 还有五分钟 有点激动呀 离那个海岸边呢 还有那么远的距离呢 都填满了人了 像今晚的这个烟花表演呢 总共有八幕 其中第五幕呢 它的这个图案是 从来没有在香港上空表演过的 也算是首次的一个展演 人群里面蠢蠢欲动了 手机呢 举得越来越多 这个国庆节的 香港维多利亚港的 维多利亚湾 回围多年 这是一间五分钟 回来的 再多一点 有点 把并都看得到 独多利亚港的 更利亚港的 还有 рублей 能够击 维多利亚港的 也算是有ル有 还能够击 在半盏 或是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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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